其实虽然看起来 层次好像总共25行 但实际上我的习惯 先怎么样 先把资料抓下来 然后做切割 再来就是建资料库 再来就是建资料表 然后再来就把资料 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其实主要是这两行 最后就是这个跑完回圈之后 记得还要再一个卡命 卡命就是确认的意思 我确定要把资料写到资料库里 如果少这一行的话 它等于最后还是没有把资料写进去 只有那个动作 但是没有确认 OK 然后写入成 底下这部分 我看也许你可以把它分开来算 这个也许查询 干脆你就把它另外再起一个新的查询算了 把它分开来了 不然的话感觉会比较混乱 有时候当然可以再把它独立出来 怎么样看资料比较简单 其实另外或者是你也可以 从云端的上面找到补充资料 有个SQLite Browser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把它解压缩之后 再开启这个SQLite Browser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打开 到我们的这个Workspace底下的TESA 专案的SRC 然后里面有个Market.db开起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当然它第一个会先显示的页面 就是Data Structure 它的结构 它的资料结构 然后会有ABCDE 有没有而且它Type也会显示出来 那Browse Data的话 就是里面这总共会有几个Table 几个资料表 切过来有点像是在Excel里面的 那个什么工作表 反正你工作表几个 它只是说它就下拉清单的方式 那你会发现这个是日期 Date Time 那其他这些的话是文字 最后是Double 所以你会发现这有61.33 会有小数点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是用Int 点33当然就不见了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一些 那另外最后呢 SQLite Browser里面 还有一个还蛮好用的功能 叫做SqSQL 什么叫SqSQL呢 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写程式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Sq的话呢 就是在那个 这边有个方法叫Execute 后面就是把这个上面的SQL 丢到这边来 那也就是说 将来如果假设了 你不要在Python里面执行SQL 其实你也可以在这边直接下指令 也可以去执行一样的动作 也就是不一定要透过那个Python 其实在这边也一样可以执行 我们要执行的命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把这个资料表里面的叫Market01 里面的资料全部帮我把它找出来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打一个Slate 有没有 直接在这边打 或Insert into也可以打 直接你要新增一个 所有的栏位 From哪一个Table From 空一个Table Table的话我们叫什么Market 所以这个名称的话不能打Market01吧 我记得然后你就按Execute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Execute Query 就是把这个SQL语法 然后我丢给那个SQL去查 查出来看有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的话底下就会帮我把所有两万多笔资料 全部查出来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查 帮我查一下胡瓜就好了 胡瓜 OK 所以那我们后面可以加一个吗 会 有没有 这好像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那个查的方法 如果是文字的话用Like like什么呢 like 记得文字的话前后一定要单一号移到中间 然后我要找什么 找胡瓜 like 特别的会有哪一栏 会有空一个哪一栏呢 D栏 D栏里面 它的资料 是叫做胡瓜的 帮我列出来 OK 执行看看 执行的话Execute Query 你会发现胡瓜就全部列出来 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市东胡瓜 你会发现市东一堆 它很多不同日期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帮我列出那个 那个一个就好了 不用全部 不然的话我每个都 那你可以在后面再空一格 你可以再加一个叙述 这个相关叙述 我建议你可以查一下 Seql语法 教学里面有 如果我市东这么多 只要取一个的话 你可以叫做Groop Groop Groop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把它做群组 Groop by by的话就是后面加的栏位 栏位名称叫C 我帮我 根据那个C栏 帮我做群组一下 Groop by Groop by C 執行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Groop by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底下就只剩下哪一些 比数突然就变减少 就是没有重复的资料 一律的话是早出 2019年的7月14号 再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哪一个最便宜 30块 哪个最贵 95 可是如果我要排序的话 最后其实你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Oder by Oder by Oder by 的话后面加什么 哪一栏 Oder by 1 OK 帮我呢 预设的话呢 应该是地申 所以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最便宜的话是25块 然后呢 在哪一个市场呢 在承德市场 诶 承德应该是在南港吧 对 不知道 然后呢 最贵的是在哪一个市场呢 95块 在 市东 OK 市东应该是离天母比较近吧 市里那边吧 对 算天母嘛 OK 听说好像里面是有冷气的吧 OK 可能是走那个 贵妇的那个路线的 可以相对的 那个羊熬出在羊身上 所以 那如果你要 相对便宜的话 也许你可以走那个 比较传统的市场 有没有 那最后如果说呢 我希望 有些蓝会比较 我只 其实我只需要什么 可能C跟 CDE好了 这几蓝的话 其实你最后可以 如果只要CDE的话 C 豆点 D 豆点 也就是不要新 新号指的是全部蓝位 那如果我只要什么 CDE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就是CDE 豆点 isq 你会发现 最后只剩下什么 CDE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资料 怎么样 就可以做 后续练习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在这边不是说只能单单 就是做之前的那简单动作 其实你在上面你也可以下一些seql语法 至于哪些seql语法可以用呢 也许你可以查一下 google一下 其实google 这边就蛮多 你可以查seql seql语法 有没有 或seql语法教学也可以 这边就一堆 有没有 帮教你 什么叫seql 细节我想请各位自行再看一下 seql seql 刚刚就order by like 那between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介于哪个日期之间 还有万用资源等等的 相关的 还有我刚刚用google by 这边也有 或者甚至heaven 最大最小等等的 甚至别名 其他的话 我想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这些东西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字典一样 需要的话再来查一下就可以了 有空的话 也许你可以配合什么 这个可以seql语法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这个叫seql 两边可以互相的参照 然后多多练习 也就好 以后的话 如果你想要把seql语法学好的话 我建议各位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干脆把这上面的每一个 在这边每一个 都能把练习过 OK 试试看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主要你们是要知道 这个指令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将来 懂得活学活用 也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捞到你要的 比如说你要做报表 你报表可能就不是那么多栏位 你干嘛全部栏位都找到 所以你可以seql语法 像我刚刚是cde就好了 只要是那几个栏位 然后我可以什么 它里面不是有很多群组吗 我可以把它Groove by 起来 Groove 有点像是移除重复的味道 有没有像那个seql 不是移除重复吗 对不对 然后order by 不是有点像排序吗 其实到底都一样 只是说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语言 这个seql语言是完全 任何的资料库都有资源 比如说以后不管是seql语也好 或者买seql也好 你如果下这样的语言 都可以看得懂 没有问题 OK 待会的话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我刚刚做完 我把它放在601这里下 刚刚打的这个 特别说它大小写其实没有区别 所以你打大写打小写就OK 另外的话查询关键字 甚至我们也可以 假设我今天不是要找胡瓜 那我要找什么 找青葱好了 那我要怎么可以做出一个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再建一个新的module 这个module的话就是我要查 比如说查询什么 蔬菜的关键字 那也许我先拿这个来好了 其实这都已经OK的程式 然后我就直接拿 那如果要做刚刚讲的这个 查询关键 其实就可以多一个input 然后把这个x的值 把它放到这边来 一样嘛 会有d栏 d的话就是蔬菜名称 然后like like这个 但是特别注意 我现在一定要全名 可是如果说你将来你只要打个冲 轻冲就出来的话 记得要做什么 万用资源还记得在哪里吧 要在什么呢 这个单引号的后面加一个百分比 在这个单引号的前面 加在一个百分比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万用资源 这个万用资源的话就是说 它里面包含 我试一下给各位看 比如我现在要查什么 查蔬 哪里买最便宜 执行一下 所以不用输入轻蔬 我再打一个蔬就可以了 如果刚刚没有加那个百分比符号的话 那就不行 冲 诶 not search table market 是不是我名称 打错了 所以刚刚主要是 那个啦 我的这个名称 取 就是多一个点db 那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帮我列出来了 有没有 特别说因为只有三栏 所以这边的栏位名称 有没有 你也只能给三个 之前是有五个哦 你不要给 假设只有三个萝卜啊 你干嘛给五个坑 放不下 所以这边稍微要改动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查出来了 最便宜的话 在西湖 还是好像在内湖 内湖附近嘛 然后环南永春木星 在木栅 贵的话永远都是 市冬 哇 380块的 一公斤的葱啊 那最便宜的话 一公斤只有 30块 为什么差那么多啊 到底是 这个青窗上面是有 香黄金吧 差这么多啊 外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啦 这个到底为什么 有住市冬那边的吗 是 不一样吗 还是他已经精挑细选 就万中选一了 难怪 所以他那个品质一定是上上上等的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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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如何利用那个 seql查询 语言 查到你要 捞到你要的资料 那特别是 这个seql语言都跟任何的资料库是共通的 哦 所以我是建议哦 如果将来你想要彻底完全了解seql 语言 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效果 你可以自己上那个刚刚讲那个 seql语言教学的那个网站 那我想这个效用就非常的高 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企业他会开放一些权限让一般人直接可以类似下seql的命令 直接跟资料库的这个server做沟通 所以如果你要直接捞资料你就下seql语言就好了 直接资料就过来了 你也许你可以直接把它存档 不过通常你可以把它存成csv或tst 你现在丢到python做后续事情 其实那也是可以的 试一下